大无语事件啊兄弟们 我电脑可能出问题了 明灵夹载了练器复出包 哎 它就是不显示 一整片都是这样 不仅如此 旁边的宝石商人也是这样 估计这个系列练器是搞不了了 以后装备获取只能靠随缘掉落 麻了呀 不过往好的方面想想 练器虽然记了 练单一就可以用啊 之前不是矫情得到了几个七阶魔盒吗 这次来万古病原试着挑战一下九阶妖兽 把九阶魔盒也顺便搞定一下 好歹我现在是六星斗总 战斗力嘎嘎的 对不 哎 有了有了 还是两个 回家练制一下九阶兽火吧 在某些方面 兽火伤害比一伙都高 咱们提前招媒一下百兽效盐啊 这个东西额外效果是百分百提炼兽火 非常好用 第一步打开单炉 磨合一放 兽火提炼 搞定 兽火可算是比一了 可惜一伙还差很多呀 还需要继续赶呢 来试一下伤害 哇 第一阶生物一下接近两万六 而且还是两段伤害 不错啊不错 老灯啊 我又来了 每日一档那是档档不一样啊 线下跑了一些小地精 搞了点小存款 小魏 有人在幽莹沼泽附近发现了幽莹毒炎的踪迹 专业对口 可以 悄悄地 打枪地不幼 在这儿 就这境界 我手拿面包都能吹爆它 这帮人真是又菜又爱玩哈 不是 这傻碗没完啦 哎 这不就是幽莹毒炎的技能吗 追踪导弹 哎呀 还挺厉害呀 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 行吧 既然一伙气息不给 但我只能靠运气自己干了 day two 虽然说练气复属怎么都加带不进去 但也不是啥坏事 呢 衣服掉落全是一类的 再也不用担心搭配的问题 武器也只有一种 玄重痴 对于我这种纠结怪来说 简直是恩赐啊 啊 哎呀 可算出一伙了 真不容易啊 红莲怒火 本源 这玩意吸收过了呀 可惜算了 不要白不要 总不能丢在这儿让其他人吸收了吧 还有一件事啊 兄弟们 我发现能爆出一伙的蝼蚁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名字下面都有buff 不止它们有 我也有 那就是抗火buff 平常的NPC下面什么都没有对吧 这种的你打再多它也不会出 只有吸收了一伙后 它才有 也算是个特点吧 吸收受火后 有没有buff我不太清楚 总之有一伙就有 咱们紧盯着这些人垂就办事儿了 虽然还是概率掉落 但至少目标明确了嘛 可以省不少时间 好家伙真就连着出呗 一款全新的异火 天罡雷龙眼 听名字很霸气嘛 而且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不多莫姐 吸收了吧 技能描述 降下一道惊雷引发爆炸 惊雷 这通天修为 有点意思 究竟有多羡姑娘 哎 貌似是升级了 今天干的确实有点久 哎呀 八星斗尊啦 都不眼看着就要到斗盛了吗 大千世界离我不远了 有点小兴奋呢 赤火山岩 吸收过了呀 下一个 头云水岩 又是你 这玩意在第一季的时候 可害苦我了 那是成为斗地前最后一款异火 这季运气不错呀 至少不是最后出现的 哎 咱们的焚绝居然进化了 不过也是意料之内 情理之中的事儿 目前吸收了八个异火 一个瘦火 还差七个 过不了多久 全给他眩了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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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